什麼變化,第一個請你從外部讀取檔案放到資料庫 像之前的會員系統 有沒有,還有印象嗎?我們有個範例嘛 在雲端上也有 所以也許待會你們可以試著做做看 在哪裡呢?這邊有範例檔對不對? 範例檔裡面,應該雲端吧,雲端白板裡面 我下面好像有放一個會員資料 這個會員資料呢 如果我希望,因為它是你可以把它下載成一個 CSV的檔 對不對 那CSV檔請你複習一下 把這個檔 怎麼樣 用Open的方式 Open之後呢 在Sprits的斗點嘛 然後會有幾個欄位呢?有 1 總共5個欄位 也就是你要進5個欄位 然後這5個欄位呢,你要把這5個欄位的資料呢 全部Insert進去 Insert into 所以我們剛剛說Insert一筆嘛 如果你要Insert into很多筆的話 那就是跑個回券 跑一個Insert一筆 跑一個Insert一筆 整個全部把它Insert進去 那 基本上 你以後要做很多事情就簡單了 為什麼?因為很多外部檔案 大概都一樣 不外乎就是從檔案讀進來 不外乎就是從網路讀進來 那你要把它存起來啊 對不對?那你要怎麼存? 對不對?就是類似 我剛剛講的 所以也許待會有時間的同學可以試試看 把這個檔案 也許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那下載格式呢 也許把它下載成CSV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直接來看 剛剛提過啦 所以這個應該沒問題吧 把Insert進來 那這個部分是建一個資料庫 其實那邊很簡單 一行而已 這個地方呢 是建資料表 那建資料表之前需要一個物件 叫科學物件 那這個敘述其實就是 SQL語法 SQL語法 反正以後 大概邏輯啦 以後如果你不太知道說哪些欄位啦 要不然你就全部用Test 可不可以啊 因為反正Test你可以再轉型嘛 只是說它的缺點 如果你全部都用Test 它的效率比較差 不過因為我們現在比數少 根本沒有效率問題 除非你比數多啦 OK Insert進去 那剛剛我提過 我們可以再怎麼樣呢 把這邊改一下 因為這個編號 你不可能編到哪裡 你還忘記了 那如果再找一個 比如說已經有3 你還印射的話 他就會應該會造成什麼 造成一個問題 就是 Unique OK 你就要變改到4 那每次都要自己在那邊改 其實也滿浪費 這個 Table01 又Unique又不行 怎麼辦呢 所以你可以 一一我先把這個module 先copy一下 也許再貼 因為我把它拿來改 所以我把它叫 Cursor02好了 OK 那把Cursor02打開來改 那改哪些地方 如果今天希望編號 是自動產生的話 只要在那個 Primed Key後面呢 再多一個敘述 叫自動增加 意思就是這個number號碼 我不要 自己key 請你幫我從 1 2 3 4 壘架 自己幫我 所以 你這邊可能在 Primed Key後面加一個敘述 Auto Auto Inquement 增加 In In Cree Man 應該會拼吧 Auto Inquement 都大寫好了 Auto Inquement OK OK Incree In In Inquement OK 字不要拼錯 因為如果拼錯 他就看不懂 看不懂 他就不會增加 字不要拼錯 Auto Inquement 然後呢 None Nu 也是一樣兩個 不過我Table 我把它改Table 02 因為Table 01已經有了 我把它改Table 02 OK 那一樣 這邊有兩個欄位 下來這個地方就不需要 只要給一個欄位 不過你如果只給一個欄位 那你前面 Table後面就要告訴他 是哪個欄位 不然他不知道 所以你這邊可以跟他講說 你幫我到那個 欄位名稱叫 電話這個欄位 電話這個欄位呢 你幫我新增 後面這個資料 那當然 以後如果說 我希望 用互動式的 假設我今天 X等於什麼 Input 也許你可以讓使用者 Input 請輸入一個電話 有沒有 把這個字串怎麼樣 放到裡面來 不過特別注意喔 你要放到裡面來 請記得喔 它的規則 因為它前後 如果是字串 Test的話 它將來 insert into 前後一定要有單引號 這是基本規則 而且最容易犯的錯誤喔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把 X 放到這邊來的話 記得喔 請你把原來的資料 先選取來 前後雙引號 中間再加 再移到中間 所以雙引號 移到中間 兩個加號 再一個X 這樣它輸入東西 就會搬到這 記得喔 這邊會有兩個單引號喔 這個不能少喔 如果是欄會是文字的話 一定要有這兩個單引號 那你想說老師幹嘛不用雙引號呢 字串不是雙引號 因為雙引號已經 Python用掉了 那Seql裡面要用的話 好 退而求其次 就用單引號來表示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有特殊的規則 而且是比較容易犯的錯誤 OK 應該可以看懂那意思啦 所以你會發現這樣喔 不要做錯了 做錯可能就 沒辦法完成了 那所以我們來試一下喔 第一個AutoIncrimment 改一下 那把它Table02 這邊記得也把它 因為我把它改Table02了 所以 音色進去也要改Table02了 你建一個Table02 結果沒用 音色到Table01去 那根本 就 不符合 我們要的 然後就執行一下 直接執行 請輸入電話號碼 02 2222 好了 Enter 看看會成功呢 如果成功的話呢 就表示OK了 沒問題 表示輸入成功了 不過最好啦 底下還有 給個敘述 也許你最後這邊可以 Printer一個什麼呢 Printer一個就是 輸入成功之類的 或者是不然的話 你沒有一個互動 感覺不好成功 失敗都不知道 OK 類似像這樣子 但是呢 順便你可以思考一下 複習一下喔 因為現在我是每一筆 輸入完就停下 輸完 那假如說啦 你要讓它不斷輸入的話 可以跑一個什麼呢 快回圈吧 快喔 用什麼呢 還記得吧 快喔 用E就好了 E冒號就可以 還記得無窮回圈吧 我們前面有寫過 但是 好像太多 我們只要跑5次就好了 5次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怎樣 加一個什麼呢 For回圈 跟它講說 你一定要幫我輸5筆資料 For I InRanch 你可以在這個Ranch 裡面呢 跟它講說 你從1 到 哪一筆呢 12345 6 到6 就是12345 停下來了 後面加個冒號 執行 OK 然後它就會把這一層 這一層是 Insert Execute 這三個 下一切 那等到它全部都做完了 輸入完之後再commit 再關掉 你不能 特別注意喔 你不能說 把close放在這一階喔 如果你把放在這一階 變成 連線斷掉了 你只會輸入一筆 後面就沒辦法輸入了 OK 特別注意喔 這樣應該可以看懂啦 然後我就是把它 試試看好了 如果輸入無筆 Insert 看一下 出電話 02 0 隨便 打一些資料就可以了 假設我今天 看無筆就 離開 Enter 輸入成功 應該可以懂那個意思啊 所以我很 可以啊 你可以不用Test Test Test是沒有限定長度 Test 不知道你的輸入字 對你可以用那個叫 CHAR CHAR 刮虎幾個字 但是問題來了 就是如果你限制了喔 你就 只能輸入幾個喔 你超過它就錯誤了 打太多了 你如果還不知道 常數多少 你用Test就OK 好那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OK之後的話 我們就用那個 SQLite Browser 再去開一下那個 剛剛的Database 這個 然後 這個說有沒有Table02 有了 而且它會 也是一樣 Autoincreement也不會出現 裡面的資料有沒有成功呢 我看Table02 有 有沒有 123456 你會發現這個編號就自動產生 資料也自動幫我丟進來 OK應該可以看懂那個意思啊 所以 請各位再修改一下 這個部分 那我大概改了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 把它 增加一個 Autoincreement 這個可能不能拼錯 第二個的話呢 再增加一個 Input 那記得 X 放進來 可能不要錯 再跑一個回圈 只能輸入 總共 這個 無筆資料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Ziql的教學啦 因為這種東西其實很 一般就像你要學英文一樣嘛 學英文你就 網路上一堆 你就 Ziql 預法教學 這邊的話就有一堆 你就找第一個吧 我看這裡面好像就已經有了 有沒有 Selate常用的 然後另外的話 比如說剛剛同學問那個 Create Table 如果你不知道Create Table 你就這邊點下去 Create Table裡面會跟你講 基本語法 該怎麼想 有沒有 Create Table 然後Table的名稱 然後欄位 有沒有 我們可以用Test 如果你要字緣 像SS裡面幾個字 你可以用Chart 刮鬍幾個字 但是會有個問題啦 你還要去算幾個字 我們暫時就不想去理會那個幾個字 如果你要去算幾個字 你就是 給它多一點 你不要太少 太少放不下 它就會 出錯了 對 所以 以大數據 來看 因為大數據長度不定嘛 那你給它 一個 太小的空間 會出錯 所以 你用Test 是 比較簡單的 但是Test的缺點是效率比較差 但至於差多少 我是覺得 感覺不出來 所以如果感覺不出來 那乾脆用Test就好了 對因為目前來看 除非你的資料大到一個 很可怕的地步 可能是百萬比以上吧 不然的話我覺得你乾脆 練習的時候你不要拿石頭砸自己的腳 先 把一些問題 簡單化 OK 其他還有像 像DateTime 如果是放日期就DateTime 如果是放那個什麼呢 放那個 整數就是Integer 有沒有 剛剛有Integer 那個 我們 Integer是這個嘛 我們剛剛有 這邊有Integer 有沒有 如果是你有小數點的話 用什麼呢 用 Double Double Dou Dou Double Double Double就是 裡面有小數點 所以你就大概記四個就好了 如果你不想記太多 整數就Integer 文字就是Test 日期就DateTime Date跟Time DateTime 如果小數點就Double 大概就四個就OK了 再來就欄位名稱 其他就是參考範本 所以 以後呢 多多練習啦 我建議你回去的話 把這個 這些 回去 就是 CRUD 練熟 大概就夠了 其他的如果你有些語法不熟 我建議你就是在 Seql語法教學裡面 看一下 這邊都有 我們會用到最多的是 Select 然後底下應該有那個 剛剛我們用到CreateTable 另外的話 你要刪掉Table的話 叫DropTable Drop Drop就是 你要刪掉哪一個Table 另外的話呢 其他還有像那個什麼 其他 分析的這個應該 如果有興趣自己看一下 其他什麼InsertInto 可能 應該放哪裡 可能再找一下 Indate 指定這邊 表格處理 可能再找一下 表格處理 吸口語法 InsertInto Insert 在這裡 Insert OK 其他Update Delete 放這裡 把它分開來 所以 Slate就查詢 查詢的話呢 待會 如果我們要把所有欄位查出來的話 Slate這邊 打個信號就可以了 FromTable02 或Table01 就可以把這條全部查出來 如果你要Update的話呢 就在這裡 Insert在這裡 Insert這邊也有 OK 哪個欄位 第1個第2個 Value加S 最常出現的錯誤就是 Value忘了加S 然後呢 還有什麼呢 Values後面有個空格 然後呢 Values前面這邊 理論上也要 分行或空格 OK 然後 再來就是 其他那個什麼呢 Update 修改 裡面的資料 跟Delete的哪一筆記錄 Delete from OK 待會也許我們都可以練習 如果你全部都OK 那表示你 基本掌握SEQL沒問題 那其他的啦 你說這些 有沒有需要學習 當然有 可是你行有餘力 再找時間 來 一個一個把它加進來 試試看 OK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就是 剛剛的部分呢 Cursor02 我是改了這些東西 輸入成功 而且我強制只能 輸入無比 OK 那接下來就是說呢 輸入成功之後 我希望怎麼樣 把它查出來 怎麼樣查出來呢 我可以增加一個叫 Cursor Slater Slater的話呢 我就把裡面的東西全部查出來 其實語法非常簡單 這應該看得懂 其實基本上我可以拿這個來改 上面東西都一樣 有沒有 然後 給它一個SEQL語法 這個SEQL語法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就是這幾行 複製過來 貼過來 貼到這邊來 那只有把那個 Create Table那部分 改成什麼 改成Slate 所有 這個Stars 是所有的欄位 它是萬用資源 但如果你有 想要抓某一欄 你就打一個 比如說你要打 電話就TL 他就只會抓TL 那我們全部都要抓 Front Table02 OK 那就可以把 怎麼樣 再來就Execue它 Execue之後的話 特別注意喔 你Execue的話 必須前面要有個東西去接 就是一個什麼 Cursor去接 那我剛剛講過啦 Cursor其實 應該講就是一個Table 而且是在記憶體裡面的Table 它會把你查詢到的結果怎麼樣 通通幫你讀到Cursor裡面 所以這邊叫Cursor 我覺得名稱實在很怪 OK 因為在 ADO裡面 叫做 Recorset Recorset 如果以前有 學過應該有印象 如果Java裡面 它會換個名稱 它叫 Reelouset 它叫PHP裡面又另外一個名稱 但是我發現其實原理原則都一模一樣 其實我改來改因為寫太多語言 其實萬變不離其中 資料庫資料表 Seql語法 Execue執行 都一樣 所以我執行完的東西 他就把裡面的東西 這些東西 通通幫我倒到Cursor裡面 但是不包含上面欄位名稱 其實他讀到就讀到裡面的這個編號跟裡面 資料 所以呢我底下如果要show結果出來的話 我就print了什麼 print了先這邊欄位名稱 因為他讀的時候不會幫你讀欄位名稱 只會 幫你讀欄位名稱 下面的東西 所以我先print了一個編號加電話 中間加一個TAB符號 然後呢 再跑個回圈 For什麼呢 For這個名稱自己取的 Row Row是列 或者叫 Record 或者什麼 都可以 一筆 然後再什麼呢 在這個刻色 其實這個刻色裡面 基本上呢 他就是應該是有個list 所以你其實如果不確定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一樣 其實如果不確定 你可以把它print 因為有些答案就print 就有答案了 或者你中斷一下也可以啦 print它 他刻色 有沒有 他把你讀過來了 不過他是一個object 包在裡面 你也看不到 除非呢 你用什麼 把它用那個 裡面 list 這樣子吧 第0筆 有沒有 他是個list的話 那我如果抓第0筆 我試試看 會不會抓到 不行 他叫object 他不支援 這種 所以如果你要把資料 全部讀出來的話 那你就必須怎麼樣 先給他一個欄位名稱 然後呢把這個刻色 逐一個逐一個的 把裡面的這個列 把它讀 讀進來 然後他裡面的 他解析過來就是一個list 所以第1個 他的第1筆資料 就編號 他放在0 第2筆就放在1 那也許我這邊 可以再做一個 把它做一個格式化 格式化前面也講 或者是另外一個 最更簡單的方法 你乾脆 不要格式化 你乾脆這邊 串接 然後中間就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反斜線T 這樣子 OK 但是會有個問題 這個 第2列 他是1 編號1 他裡面是string 字串 可是這個不是 所以你必須什麼 在這個前面加什麼 把它轉成什麼 轉成string 否則他會出錯 因為他裡面是放 integer 所以這個 這個編號 必須先把它轉型 OK 把它最後close掉 把它執行一下 OK 你會發現 輸出 欄位名稱之後 他就幫我怎麼樣 把那個 table02裡面的資料 全部都幫我讀出來 到這邊 OK 就完成我們要的結果 待會的話呢 請各位練習一下 就是把這個部分 結合什麼 結合剛剛提到的 就是 會員資料 我是放在雲端白板旁邊這邊 或者這邊有個member 這邊member也可以 我看一下 member也是之前練習 是一個文字檔 有沒有 他也是 1234 也是5 5個欄位 或者你也可以拿這個下載 下載成什麼呢 TST 這也OK member TST 這個好像前面有練習過 那我這個裡面的資料 也是這樣子 他 第一 第一列是那個 欄位名稱 所以你要記得 insert into 這個不要insert 你要跳過他 insert into 這個怪怪的 應該是從 第二筆資料 開始 insert 但你要把它切割 放進去 所以你必須 編號 建一個 欄位名稱 然後這個名字 所以這個也可以用TEST 這個可以用 DateTime 這個用TEST 這個也用TEST 因為他裡面有一個minus 一個減的符號 只有編號用int 其他的話呢 就 OK table先建 然後再insert into insert into 記得要跑個回圈 insert into insert into 所以他把所有資料 通通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呢 你再把它查出來 然後試一下 畫面先放給登